欢迎收看校园新闻,我是主播李化仙 美国英途公司将本校列为台湾空间资讯软体的重点推动教学中心 并与本校签订国际合作协议 希望透过这些国际化的交流合作 让逢角大学的学术以及研究能向国际化更迈向一大步 本校向来致力于产学合作以及国际学术交流 美国英途公司副总裁与张宝龙校长于3月22日签订国际合作协议 并将本校列为台湾空间资讯软体的重点推动教学中心 对于我们学生而言的话 我们可以去接触到国际上发展非常成熟的一些软体 然后它实际上应用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在学习的环境之上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看看在台湾现在目前遭受到一些环境的侵袭 甚至一些气候剧烈变化之下的一些灾害性的一些影响 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些国际上相当成熟的软体 也同时未来除了教育上以外 还能够协助政府单位在这些减灾甚至避灾方面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思考的决策 美国英途公司为领先全球之工程与空间资讯相关软体供应机构 这次的合作不仅对本校GIS教学发展与研究有所注意 也让本校的教学研究向国际化迈进一大步 冯甲新闻林振元刘小梅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